昨晚十点大型音乐类公益节目天生一队迎来了第二轮的挑战 周笔唱游鸿鸣等六位明星与十二位草根爱心代表成功组队之后呢 分成了低调队高调队展开比拼 胜利的一方呢就有机会送出爱心小车 让我们去现场一睹为快吧 我看到爸爸妈妈就怎么走远 留下我在这陌生的人世界 台上明星和选手仔细认真地排练 台下的选手也没有闲着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个地方要高 走 拿出鞋子 好 加油 加油 跟着希望在多 哎呀终于成了 真的假的 没有问题吗 你只要自己去 你已经听了很多遍了 然后你再自己去琢磨一下 你去记一下 你没有问题 很好看这边 你只要在台上有这一遍的 就很完美了 在上周节目中 草根拳手李建辉 凭借一手深情的火柴天堂 打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他也最终如愿与杨宗伟成功搭档 而本周李建辉和许可 共同搭档杨宗伟 演绎一首同样抒情的天亮了 但是现在的搭档许可 更擅长可爱风格的歌曲 不知道两人的选歌 会不会影响到许可的发挥呢 许可在这几天的这个表现 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很烦人的 他每天都要拽着我 建辉咱们去练歌 但是他的进步很快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从本期开始 草根明星组队开唱 三位女明星组成高调队 三位男明星组成低调队 今晚哪个队伍集结的爱心更多 募集的善款更多 快乐校车就将以他们的队伍的名义 捐赠给需要的学校 节目最大的看点 还在于第二轮比赛中 两队将各派出一位神秘人物 作为杀手锏 决定由谁的名义 捐出校车的终极学念 一切精彩都在今晚才能揭晓了 我以后会把联系统成高调队 最后一个是什么